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伍姬 事关重大 不得有误 陛下赤令 太极宫禁卫军 不得山洞 好 大哥 大哥 我们是不是要多带一些人呢 不会有什么危险 太子殿下 齐王殿下 夜里没什么事吧 殿下 没有 凡是有符合者 不管是什么人 放他入宫 是 走吧 这 长河将军 这门下怎么会有那么多油啊 殿下 说的是 门轴下的油吗 是 我从没见过那么多 禀殿下 城门开关久了 就会有声音 放点油就好了 开关久了 多久算是久啊 一年吧 什么油 禀殿下 牛油加少许蜜辣 宫中所有轴城都是加这个 连吉 走吧 驾 驾 你 殿下 该收麦子了 我这把镰刀 专收野麦子 玉池将军 是 无诏不得进入宫禁 请将军好自为之 我今天恕你这一次 谢殿下 我是大唐太子 太子 殿下 董事 大钓 我来敷燕了 й 马老进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陛下 陛下 父皇 父亲 大郎 是我杀了你 父亲 四郎 你四个儿子 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了 这就是得天下的代价吗 二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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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要什么 你现在 不是已经 你 你 坐在那里了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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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劫至天下兵马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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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今日 天下兵马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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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在 来 坐近点 谢陛下 陛下的气色 好多了 佩三 你还记得 我们曾经说过 换太子的话吗 要换了太子 朕也许不会失去两个儿子 这历长还是历贤 这在历朝历代 都是一个难题呀 陛下 就不要多想了 打天下 靠的是父子兵 为什么这做天下 就一定要兄弟相参呢 陛下呀 这事情都过去了 好在陛下还是陛下 大唐的设计还在 这天下 还是礼价的呀 哎呀 啊 这就是 天意嘛 怎么了 殿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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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殿下 我不是赢了吗 他们不在了 父皇后天要凑封你为太子 这是真的 陛下 陛下 册封太子的仪式就要开始了 秦王 王妃 殿下 仪式要开始了 好 那我走了 走 陛下 不要再耽误了 陛下 帅 帅 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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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父亲千秋万代之后 你就是全天下的主人 你将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会受全天下的敬仰和常伴 那那时候母亲和父亲还在吗 到了那个时候 没有父亲 也没有母亲 你只能依靠你自己 早还是欠了一天就好了 还是不够香 是啊 差一天 差一天局面就大不一样咯 不过新太子不一定是昏君吧 那 我想会吧 尤其是 尤其什么 尤其是我劝前太子除掉秦我 你你就不能不说吗 我是太子先马 就是要辅佐太子 我当然有所建议了 那听不听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可是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什么呀 太子就是不听我的建议 所以就有了杀身之祸 现在连你都有了杀身之祸了 你赶紧逃吧 逃 逃到哪儿去 我们回河北吧 回河北 现在恐怕连长安都出不去了 大唐统一了天下 反而没地方可跑咯 可是 我好像没有看到有人 在咱们家门口啊 这才厉害啊 我本来是前太子 应该捉拿起来 现在既不捉拿也不看守 结果可能是 更凶险哦 难道是先让你跑 半路再杀 没有痕迹 也许吧 不知道 无非死等啊 或者等死 都一样 我记得你和房勋玲不是同窗吗 要不你去找找她 找她 算了吧 恐怕死得更难看 跟错了人 跟对了人 真是大不一样啊 我跟错了人啊 前太子有什么不对啊 在陛下之下 处置朝廷事务 难道有哪一件处置的是错了的吗 好好好 你跟对了人 可是我们在这里担心什么呢 我 算了 算了 这酒也别酿了 喝不出好味道了 我不能饮酒 结果躲过一次暗算 是 谢礼 在 这个酒是太子宫原来的酒吗 啊 是 把太子宫原来的酒 都给我换掉 是 换酒 你 为太子演奏过吗 我为当今太子演奏 我是说 我当太子之前 你为太子演奏过吗 我在洛阳 为前朝太子演奏 我在长安 为前太子演奏 今天为当今太子演奏 太子殿下 那请问有什么特殊的曲子要演奏吗 请你演奏 草原十八部的曲子 当不起太子殿下一个请字 我听五曲啊 想起了草原十八部尾平 今后还会发生战事 你们说 谁最熟悉十八部族的战法 李靖将军最为熟悉 李毅将军辞职 说起来啊 薛万彻最熟悉 可惜他跑掉了 李毅 薛万彻 都是前宗宫的人 我们当年追随殿下 一直以来 殿下最注意的是人才 现在事端平息了 我 我劝殿下不计前嫌 以人才为本哪 我看如果殿下不计前嫌 最应该找回来的就是 薛万彻啊 对对对 是 是 也只有理好 前东宫谋事之中 王规围挺 与我有旧仪 我最知道他们的才能 如果能收为我用 殿下 我们不妨收用了 王规围挺 因为 杨文干叛乱之事 被陛下流遍到西中 这样 我去让陛下 赦买他们 玉执经德 你 把薛万彻给我找回来 玄武门那天 我和他决一死战 如果我去找他 他就藏得更找不着了 你呢 我也不合适 我看 我看有一个人最合适 哪一个 李靖将军 应该是 可是我上次请他 他娶中立 这次 他会帮忙吗 薛将军一向可好啊 我特来拜访 转达太子的问候 我特来拜访 我特来拜访 转达太子的问候 我特来拜访 我特来拜访 先在房中歇息一下 二位 二位 我们家里没有人 二位 您看吧 我们家里没有人 我都说了家里没有人吗 你家主人喝的汤水也给我们来一份吧 你家主人喝的汤水也给我们来一份吧 那好吧 薛将军一向好饮浓汤水 没想到 到中南山避难 也还是饮浓汤水啊 薛将军常驻边赛 酒足 酒是烈酒 饭饱 饭是牛羊肉 只有这浓汤水才解油腻啊 可惜啊 我今天带来了烈酒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薛将军才肯出来共饮呢 凶嫂 还记得老弟 惭愧啊 请起 请起 来 坐 坐 将军请 请 我出征哪 从来不会空手而归 丽将军 看来是 绞机全域了 我为前太子 请你相助 你以绞机为由 推脱了 前太子 功败垂成啊 草贵论战说 肉食者谋之 又何奸焉 太子之争 说起来是肉食者的事 我是武将 又何必参与进去呢 李将军 你这是在骂我呀 我是骂你 又不是骂你 你到底是为前太子尽忠尽义 却又不宜死尽忠尽义 看来 你还是心中有数的 尽到了 一走了之 李将军 李将军 我也只能这样了 我们这种人 以武功为事业 如今事端平息 陛下宣布大赦 新太子也很赏识你 特请我来带你出山 你不要有什么疑惑 我比性命担保 其实 可是 也用不着我担保 我这儿有太子的首令 还真是这样啊 可我有一件不明白的事 将军怎么知道 我一定是住在这里啊 这你要问他了 薛将军还记得送我的香茅油吗 记得 刚才我进屋子的时候 闻到一股香茅油的味道 香茅油本产自安南 中南山里闻到香茅油的味道 薛将军不在这里 能在哪里 上旨 大堂皇帝旨 封薛万澈 为太子宫 父护君 谢陛下 你又一夜未眠吧 你又一夜未眠吧 是啊 我刚写好一份奏书 奏书 对 如果不有什么意外的话 找个机会交给朝廷 那还有什么用 验过留生 这是我魏征 最后一点声音了 你在上面写了什么呀 天下久经战乱 如今终于安定了 希望朝廷能够好好地治理天下 我写了八条建议 我写了八条建议 希望姚舜能再生 这天下百姓再也经不起战乱了 你还管这些事 我们这些读书人哪 只盼望一个生平岁月 逢上一个治世明君 提上一点建议 也就不枉一生了 可惜 我魏征空有一颗报国之心 却无奈 生逢乱世 我们还是走吧 那有像你这样等着别人来捉的 我 我不是说过了吗 天下统一了 往哪儿走都逃不了的 那咱们就回河北老家 你交出种地 我仿杀织布 河北那是多事之地 万一有什么人来造反 请我出山 我是出呢 还是不出呢 不出 难道你这些年还没有折腾够吗 那我读书干什么用呢我 世事有不可料也有可料 躲是躲不过去了 新太子一般大赦 我不会死 但是秦王府的人很恨我 他们总会弄出些名目来吧 我之所以不走 是因为我认为 还有可料 驻建成太子 与驻李世民这个太子 与大唐李家天下来说 无有不同 而我看李世民 他有凭天下之才 有请魏征 奉太子教传魏征 生死 再次一步吧 再次一步吧 你 糟了 糟了 你 干嘛这么惊慌 魏征 魏征被抓去了 啊 嗯 开始喽 秦王 开始下手了 那太子会不会对您下手啊 胡说 他 他是旧太子的人 我是谁的人呢 我是陛下的人 我是靖阳 骑兵的功臣 是 懂吗 李宗盛 你 魏征拜见太子殿下 魏征 这之前 你拜见太子 这之后 你还是拜见太子 我读书不多 可是 从小被论语 至今我还记得曾子曰 五日三行五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你身为前太子谋士 能活到今天 那是忠还是不忠 殿下提到曾子 曾子只是孔子 周游列国 意图实现理想 未有忠于不忠 以忠来说 孔子应该待在鲁国 忠于鲁军才是 照你这么说 君臣之间不是什么都没了吗 所以要看 是忠于君王呢 还是忠于社稷呢 从前春秋时期 齐国的管仲说过 忠于社稷要高于忠于君王 社稷亡了 臣可以死 若社稷还在 而只是君王死 不非只是难过而已 哦 我明白了 前太子死了 你只是难过而已啊 是啊 因为大唐社稷还在 刚才说到齐国 齐侯问宰相燕子 什么叫忠臣 燕子说 社稷有难 君王出逃 不跟着走 齐侯说 臣子平常接受 君王的封地爵位 危难的时候 反而如此回报君王 这能算是忠臣吗 燕子说 君王若听忠臣的话 社稷怎么会危难 君王又怎么会出逃 反之 不听忠言的君王 又何必跟着他去死呢 我知道 你的忠言就是 劝前太子 杀我 男孩本身不怕 我来说 我来说 神秀位